《醫生的腸部》 《醫生的腸部》 那接下來我們要請指示好跟佳任來分享 他的测評傳出沾染的可能性 大家好 我是貝斯 那今天就是我們要來講就是 從测評傳出沾染的可能性 那我們這次 因為我們在這場之後 然後就是有我們跟指好一句領域 所以這次會有我們兩個一起來講這件事情 好 就是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的開端 是像剛剛美軍的話 他是以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公民科技這件事情 那我的話呢 我是要先從就是 因為我在其實我現在就是在GV舊專長工作 然後其實目前的領域雖然是公民科技 但之前一直都是在藝術圈工作 那我覺得剛好我就放了這一個 這個是在2014年的一個展覽 他是有點跑掉 不過他叫做與社會那種的藝術 然後那時候這個展覽是有關於 藝術家如何關心社會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那時候就是代表我那時候工作的團隊 然後到香港跟高雄去做展覽 就是如何以藝術家或是一個藝術團隊的身份 去關心社會議題 那我們那時候有一個環境藝術計畫 叫蘇美科技環境不行動 那我們那時候就帶了我們的出版品跟影片 在那邊發表 那那時候同時一起展覽 也有很多香港跟台灣的團隊 一起在那邊展覽 那這個是一定的事情 但後來直到今年就是 就是我們在獲得林芝的邀請的時候 才發現就是我們談到關於 軍兵被邀請展覽這件事情 我們發現其實那一年 策展人他也有來邀請軍兵 那就是但是很不巧的 因為在之前的那段時間其實 其實一直到現在就是大家對於軍兵 到底怎麼做展覽這件事情 都還掛著非常非常多的問號 那我覺得我們這一次就是 剛好有這一次就是獲得電子藝術獎 然後去展覽機會 讓我們就是又有機會開始思考這件事情 好那我就是想要說一下 我之前在跟很多藝術家以及我們的團隊做展覽的時候 我們去思考的方式 然後其實我們首先 第一個 第一部分思考一定就是從我們開始 那我們是誰 我們可能是藝術家或是藝術行政 那我們要用一些什麼事情來 就是我們要用什麼事情來表現自己 那可能就是會畫或是逃逸等等的 那 那我們要關心什麼議題 就是接下來要思考的事情 那最後再來是 我們想要跟誰對話 那他可能有可能會是這樣的一個 一條線就是往前去推進 就是從我們自身開始出發 然後去想我們要關注什麼議題 然後我們需要跟誰對話 那後來其實我們發現這條這個箭頭 他是可以被去掉的 意思是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他不是單向的 就永遠他都不是 他有可能是從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長出來 所以如果把這件事情的事情再拉回到 就是我們想要幫GV做展覽的話 那我們就換一個這樣的一個起頭的群體 那如果是GV的話 那一群黑客或是一群工程師 然後人類學家或是記者們 他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話 他們想要做中間這一塊 他們想要關心環境 他們想要關心性別 那他們要找誰一起來關心 那同樣的就這個一直就是剛我說的 就是這個事情應該不會是單向的 所以他可能會是這樣 就是他其實就是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把他打散的 就是其實如果你從任何一點出發 他都可以成為一個你想要展現的事情 那我覺得以我幫你來看他就是一個展覽 對 那這個顏色可能沒有很清楚 大概大家可以看到 或是剛才從那個本出來的 然後其實中間綠色小圈圈的部分 其實是展覽就是你表現你想要發展議題的其中一個方式 所以寫程式也是一個方式 或者是你要帶工作方式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展覽就也是其中一個方式 這樣 好然後我這樣舉一個例子就是那個 就是我們在林茲的時候 因為那邊同時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來發生 稍微講一下林茲電子藝術節 他們就是一個結合科學跟藝術的一個藝術節 所以他們其實同時間在那個禮拜 他們發生的就是他們號稱有同時500場活動 現在沒有發生 所以相當相當多的不同的人在那邊一起做 就是一起照流 那我就看到這個我就覺得滿有趣的 就是這是一個那個AI便是浴金箱的專案 他螢幕上就是各種各種藝術家拍下來的浴金箱 然後他在那個螢幕的另外一面 他就放了一整面牆 然後上面就是一張一張照片 然後再細看他上面一張張照片 其實就是剛剛在螢幕 就是在螢幕上看到的雨景箱 所以因為我會看到這個特別有感覺 是因為我們現在那個GIVI養助金 其實也有一個用AI電視植物的計畫 那我們一直在思考就是 就是因為其實很多很多計畫 他們都是就是工程式背景 所以他有時候我們就是要一起激盪 他這個因為其實我們我覺得 我們覺得做一個專案就是除了技術之外 當然他如何展現一個人 我們看也是這樣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看我這個檔案我就覺得滿有趣的 就是喔原來他們AI這麼多照片 然後再回到我們的展覽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看一下 就是在那個暴鬥附陣對面那邊 就是我們放了這次就是在螢幕上有展出的展覽 那這次就是有跟我們一起得到那個數位 所以數位社群獎的得主們都有在這邊展出 都是文件展的方式 像那個得到金獎的Bound Cake 還有那個另外一群也得到那個友誼獎的那個 Anti-racism movement Anti-racism movement 對 然後他們也都是在現場展出文件展 就是這個文件展的方式就是大家也看到一個例牌介紹 然後其實我們放了兩個畫面 那前面那個畫面就是一個協作平台 大家可以在上面就是想就是可以編輯你們認為的 你們認為應該要讓大家看到所謂DreamD的影片 那我們可以把它放進去 那他就會是一個編輯平台一個說故事的平台 然後最後結果他就會在那個後面的大螢幕呈現 好 那然後再來就是要講一下就是 所以到底為什麼那個靈芝電史藝術節想要把這個獎頒頒給DreamD 那我們其實在那個靈芝藝術節的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討論了很多次就是 因為其實雖然說它是一個融合科學跟藝術的獎項 但是這個獎項其實還是非常的藝術 對 然後數位社群講話又是 數位社群講話是在靈芝這麼長的歷史中 就是他們其實明年是40年了這樣子 在這麼長的歷史中是很年輕的一個獎項 那以我的理解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同期跟我們一起展覽的 就是那個Cyper Arts 2018的展覽 那他們特別做了一個主題區就是歷年得獎的 數位社群的得主 那其實數位社群這件事情從 我覺得看起來從一開始就是網路這件事情 可能你看到那些數位社群一開始的得主 其實就是早上的那個Pino Speaker 就是那個Eason他們在2008年的時候有得過一次 然後他們在2014年的時候又得了一次 對 然後其實可以看到就是其實早期的那個數位社群講 他們都我覺得看起來他們還是滿偏基礎性質的 因為就是數位社群這樣 那直到就是近年來其實如果看了一下得主的話 其實就是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全世界 大家都會用網路開始做點事情 所以比如說像2014年的話 那個就是金獎的得主就是日本的福道正在社群 數位社群 對 然後然後其實那個有關於那個 那個難民 關心難民的 然後今天也跟我們一起得獎的那個 那個Untin-resist movement 他們也是關心那個就是移工 就是他們移工在外國受到不便很大漁的事情 所以其實大家近年來這個從這個講法可以看到就是 大家在使用網路然後關心自己的這個現象 所以其實就是我們其實也是就是申請了就是在這個獎 勝利好幾次然後到今年才有獎 所以我就會想說所以我們過了好幾年才有獎 但我們這樣的能量是在那一年還可以一直持續到現在的嗎 這是我們的一個問題 對 然後最後就是那個這個 因為他們這次整個靈智電子力數學的主題就是error 就是錯誤就是你一個電腦問題的時候會出現那個error 404之類的 然後他們在現場就擺了一個 也是擺了一個小小的講就是這個 然後他們就問了一個問了一個問題就是說 呃這些錯誤就是有可能會變成好事情 呃然後他下面就擺了一些就是 呃這可能大家有聽過就是以前曾經被認為是錯誤的法明 但其他後來超有用的 例如什麼科目科特之類的 對他以前是 對對對就是這種很很simple的概念這樣子 對那 好那接下來就請 好 好 謝謝 喔喔不好意思就我有帶了就是這個是那個 今年青年獎字的書嗎 展覽的出版本就 歡迎大家掰一下然後再傳回來謝謝 好 欸那個 那現在就換我講一下那就是我們 受主辦剛剛邀請就參加一個叫做數位社群論壇的東西 就我們兩個站在哪很 出來他很兇的看著下面擠問的 你再擠啊 你再擠問擠啊 對 那右邊是我左邊是Best 好 那這個活動是一個非常令人很有虛榮感的活動 因為他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得的金獎 金獎是最高級的那個獎 我們得的是二獎 就是好棒棒獎 然後只有金獎有錢 好棒棒獎沒有錢 所以我們就去了以後就 然後等一下說我們就講德文 然後我們又太晚到沒有拿到同意子 就很好笑 那可是他還是對我們 就是主辦對我們非常好 從 從一開始問我們要不要展覽 然後到展覽之間的協助 就是所有的 難做的事情他們都幫我們做完 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秀我們的軟體真的好 然後他會邀請我們去參加就是論壇 然後我很光鮮亮麵的坐在台上 跟大家下個階時介紹去 好 那我的話呢 我叫志浩 我之前有做過一個 也是跟聚靈地有關的展覽 或是嘗試的去跟 可能沒有參加聚靈地的人解釋 什麼是聚靈地的展覽 一次是在2015年的 台北福音節在松菸 那時候還滿新的松菸 然後一次就是現在 2018年的 剛剛結束 2018年在林茲 林茲是奧地利的一個城市 他是上奧地利州的首府 所以就想像是 像台北這樣子 比較小一點 好那就是2015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我還很天真 然後參加聚靈地 沒什麼 就覺得說 展覽就應該要社群一起來做 因為軟體應該就社群一起來做 所以展覽應該要社群來做 所以就 一直很樂觀的覺得說 一定會有人來的吧 結果呢就是也沒什麼來 因為聚靈地主要就是 一開始是他有社群嘛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 太多的關係 那就是覺得說幹嘛做藝術 那就是覺得說幹嘛做藝術 我就去寫後 那我平常要上班 下來就去看那個 為什麼要我做藝術 然後解釋為什麼 解釋距林比是什麼 就滿無聊的 所以我其實是 自己拉了一群朋友 然後做了一個 自己覺得好像很厲害的東西 那時候在壽念裡面 他們給我們很大的空間 那時候就說 那就把它分成一半 一半是靜態展 一半是重態展 靜態展 就是用實體的方法去視覺化 說距林比有多好的專案 然後專案之間的連結長什麼樣子 所以就是中間那個很奇怪的 天滿便利的東西 那那時候也鼓勵大家 來參觀展覽 可以自己留言啊 自己寫他自己的想法 就是一個很天真樂觀的 一個野菜園放的一個感覺 那另外一邊呢 就是展覽另外一邊 就是做黑客宗使用 小風啊 或是放影片啊 直播影片 然後像右下角的話 就是那時候 我請了一個朋友來做免費商店 然後左邊那個時候 那是阿龜那個專案剛起來的時候的一個黑客宗 那那時候也是就是 我們說就是 很多貢獻者 不同的貢獻者 那時候他思考的問題是 展覽要怎麼樣把 不同的貢獻者都 呈現在這個展覽裡面 所以那時候就把所有的貢獻者 寫在了一個黑色卡片裡 就貼在了展覽的現場 那那時候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那時候的藝術 那時候的藝術 所謂的藝術 跟社群的不相容的問題 那藝術的展覽 尤其是在這種主流的展覽裡面 他們非常要求的是 有效率的 有規劃的產出 就是說你在什麼時候 一定要做好什麼事情 什麼要做好什麼事情 可是進行社群 大家就知道 不是這樣做的 就是阿阿我想做了就做一下 那有時候專案就放著 有時候專案就飛快的進展 那時候就搞了那個社產單位 還有主辦單位非常不爽 那那時候呢 那個時候的台北 台北做藝術中線執行長 他叫黃文康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藝術界前輩 他就搞得他很不爽 他那時候就說 找到就不要找 以後不能再找圈外人來展 就是 like shouldn't have find an outsider to come to this exhibition 他就非常不爽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喔我也很不爽 你搞什麼東西啊 那時候那年的展覽 講的就是社群 講的就是開源 講的就是開放寫作 可是他用 他和主辦單位還有社團 用這麼封閉的想法 去想這個藝術展覽的身份 生產過程的時候 就這樣我非常不爽 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把它 講的話 印出來貼在那個展覽 貼在那個展覽 展覽的現場 那時候 AU有去 AU就說 他就把它折起來 折了 然後我就說不行 然後打開啦 這樣子 後來側展的時候就覺得 這應該是一個開放空間 因為社群就是一個開放空間 這是一個開放空間 外面大家BOF有沒有去報了沒有 是一個開放空間 那 這是那時候的一個年年 這樣 好 那這次呢 2018年 三年之後 老了三歲的學乖 就是說 實體展覽太麻煩 根本就沒有人來做 而且這次在奧地利 誰會被奧地利去跟我們做展覽 神經病 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那就我們做 具體裡面設計最擅長的東西 就是軟體協作 那之後就開了一個 拍了一個report 開一個githubreport 說 大家我們想要做一個像是共筆 可是共同編輯影片 一個網頁 網路上面 可以用瀏覽器打開的 內容的一個協作平台 就是說 剪影片一般都是一個編輯 坐在電腦前面剪 那這次想要做的是 大家都可以透過網路一起剪影片 所以就寫了一個這樣的平台 那當然現在就bug很多 所以大家用的時候 請小心一點 不要把他搞壞掉 在外面有展覽 所以這個時候就變得很成功 因為大家在做自己擅長的事情 那時候runny有幫我們解bug 可是成功 吸引到除了我以外 第二個貢獻者 那當然就是billbass 還有舟通傳遇的網友 就幫忙很多 有關是展覽前面的submission 一些那種介紹的呈現 或是很多行政的工作 都是用bass幫忙 那當然還有 我也忘記了 不好意思 像得獎感很莫名其妙 因為得獎感就是我是巨人名 很尷尬 對好 講了那麼多 我還有幾分鐘 兩分鐘 好 藝術呢 就是在做representation 對我來說 就是在展現 在線這個是什麼東西 把它放到另外一個奇怪的地方 給大家看 那大家都知道 G0V 社群就是一個沒有人可以代表的社群 所以就很尷尬 那 所以就看到 這三個連結給大家參考 反正這分鐘講不完了 這三個連結給大家參考 一個是 臨時政府剛開始的時候 在318那時候討論出來的媒體政策 外交政策 還有 如何稱自己是一個G0V的成員 的一些想法 那這三個連結給大家參考 那這個之後 放到大會網站 讓大家不用記得參考 那 總之就是在 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說展覽這件事情 或是所謂的藝術很正式 這種展覽 在代表性的問題 在這個樣開放的社群裡面 要怎麼樣做 呈現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很了解 那 我們最喜歡講的就是 我本人 我是沒有人 那這件事情 其實有一方面 有 就是兩手 一手是非常的empowering 就是說 大家都是沒有人 大家都是平等 大家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大家都可以做自己 可能被社會上定義自己 不能做的事情 大家在距離以後可以做 可是一方面 這也是把每個人都切成一個一個人 大家沒有去想說 每個人之間的 權力關係 每個人之間的 背景的差異 所以如果是身為一個所謂的藝術家 我想說 Where is everybody 大家到底在哪裡 就大家為什麼不來做展覽 大家為什麼不關心這個 大家為什麼不關心那個 那大家彼此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 那G&B這個講求去中心化的一個社群呢 是不是已經出現了很多有趣的中心 那這些中心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全力關係是什麼 誰的發 誰的講話聲音比較大 像我現在拿的拍照跟我講 聲音就超大 大家都沒有聲音 就是一個空間歸信自己的一個意願 所以這個東西是我想問 就身為在社群人的藝術家是想問的問題 那這是我剛剛開始的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覺得 我應該在現在2018年來 做一個community marketing 就是說 社群呢現在長什麼樣子 有哪些人在做哪些事情 這些人的彼此相關聯是什麼 那 做出這樣的之後 我們可能 比較能夠在藝術場面去想說 怎麼代表G&B建築 或者我們就乾脆放棄代表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好 謝謝